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呀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高人气政治剧情韩剧《辅佐官》第十五章的故事 上一章我们说到,善英发现父亲竟然和赃钱有染 非常愤怒并表示要自己重新来过 另一边,太郡和宋长官都在搜寻吴助理的下落 吴助理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决定和太郡合作 但是两人并没有具体的证据 太郡决定将宋长官的丑恶嘴脸曝光给程会长看 让他们黑吃黑 不久后,程会长和太郡见面 太郡毫无防备地去了 却惨遭成会长和宋长官的袭击 落入垃圾堆中生死不明 回到本集 太郡被程会长的车子撞倒 跌落泼下不省人事 程会长和宋长官是真的很毒 男主太郡就这么差点领了便当 但是估计是不会死的 因为还要靠他逆转大局 我们的女主善英也是很担心 拨打太郡的电话 却没人接 尹助理表示也不知道他跟程会长约的什么地方 但他想起太郡说过 约了李警官一起行动 于是电置李警官 得知太郡应该在朱镇废弃处理点 李警官看到程会长的车过去 联盟拍了很多照片 他赶往现场 发现有人开着太郡的车离去 判断太郡应该出事了 他联盟给尹助理打了电话 尹助理了解情况后 立即将太郡的车报了失窃 镜头一转 我们的罪魁祸首二人组 程会长和宋长官 还在一起悠哉悠哉地喝茶 程会长认为 现在只需将三营银行和善英助理掉就行 宋长官觉得太郡已经是国会议员 这样被杀可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但程会长不以为然 反而认为宋长官和自己一起目击了杀人 就是一起溅了脏水一起洗掉就行 另一边 李警官一直追赶着太郡的车 太郡车内的人很快被包围 善英赶到现场 发现车内的太郡血流满地 李警官和他随救护车去了医院 太郡被送去急救 李警官虽然不知道现场具体情况 但他将太郡拜托他调查到一个七年前 跟高助理案件相似的崔某案件资料交给了善英 当宋长官还是检察官的时候 释放了一个黑社会头目 也就是在现场逃掉的凶犯 只是证据现在还不足 李警官把在现场捡到的一元徽章也交给了善英 太郡的手术已经做完 但还没脱离生命危险 仍处于观察阶段 善英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自己会做完他还没完成的事情 把徽章放到桌上就离开了 道经不知道太郡为何会变成这样 尹助理说太郡去建成会长 然后就成了现在这样 尹助理让道经去帮善英 因为现在只有善英能够对抗宋长官他们了 道经回到办公室 李助理从他这里得知太郡的情况 觉得形势越来越难 善英约了崔检察长见面 崔检察长知道只要宋长官在位一天 七年前的真相就会被隐瞒一天 而太郡还不知什么时候恢复意识 要拿到被害人陈述 只能等到清醒 善英决定从国会这边着手 他需要崔检察长的帮助 崔检察长答应了 善英觉得太郡一定会醒 因为他不是那么软弱的人 尹助理守在太郡床前 心里很难过 大韩党成立了公推管理委员会 表明要做好党内选举工作 善英议员事的人感慨 传言公推的候选人员已经内定下来了 太郡负责的城市和中议区 好像确定了是文议员 这样下去善英的议员初选可能会失败 善英回到议员室 宣布开会 他想让宋长官选举的秘密资金通过特解 要找出苏长官和陈会长之间有关系的证据 李助理知道现在党内领导班子都是宋长官的人 利用党论很难 清瓦台那边也不会希望刚上任的长官有污点 但善英觉得应该利用这点 让国民党行动 道经提出 即使国民党和中立的议员都赞成 也只是很艰难的过半数而已 这样很危险 善英觉得就最大限度利用舆论好了 善英来到太郡的病房 他告诉尹助理 现在要散布太郡的商跟宋长官有关的舆论 太郡议员室内 多情得到尹助理的指示 取消太郡一周内的活动 电视里播放了太郡被人袭击 陷入昏迷的新闻 宋长官从中序这里知道太郡还活着 很是不安 陈会长也从新闻里得知 太郡在调查宋长官的途中遇害 等他到了停车场 手下的保安科长报告 因为警察的突然来访没有把太郡处理掉 宋长官接到陈会长的电话 而中序看到了新闻 也很惊讶 拿着视频找到宋长官的司机李秘书求证 李秘书想起事发当天 宋长官上了陈会长的车子 但他对中序说自己不知情 宋长官在车里吩咐检察官与警署确认后 把太郡案子的资料全部转至大检察厅 宋长官来到陈会长处 陈会长说已经把保安科长藏起来了 陈会长提出出国躲一阵 但宋长官说 善英已经申请了对他的禁止出国令 如果在此时阻止这个命令的话 全国都会知道他和陈会长是友好的 中立来到病房 看见太郡的样子 不仅有点上火 因为从头到尾他一点都不知道 引助理拜托 他守住这里 绝不能让太郡一人待着 而自己要去查那天宋长官的行踪 崔检察长已经把太郡案件的资料拿走了 宋长官决定下狠手对付崔检察长他们 崔检察长这边已经拿到事发当晚的相片 发现了陈会长的车 而车里还坐着谁需要调查 引助理约了宋长官的司机李秘书见面 问起昨晚宋长官的行踪 林秘书却吱吱吱不愿意回答 引助理发动嘴炮技能 林秘书不堪其辱 终于说出宋长官昨晚是坐成会长的车走的 还让引助理一定不要让宋长官知道是自己说的 昨晚宋上车时应该有记者看到 所以让他去确认 此时李秘书接到宋长官的电话 赶了回去 话说宋长官你这也不行啊 感觉手下都已经快要重判清理晚了 不久 引助理来到善英议员室 告知昨晚宋长官和成会长在一起 李助理推测是两人合谋 道经认为只要抓住其中一人就行 善英觉得先把这个结果告诉崔检察长 说不定就可以解开谜团 宋长官要和善英见面 他装着很担心泰郡的样子 还真是黄鼠狼给击败年 图谋不轨 善英也指出他担心泰郡醒来的真实想法 宋长官想到此为止 他以善英的父亲和公推权为要挟 还说崔检察长也查不到什么 崔检察长正在追查伤害泰郡的凶犯 此人以前是黑社会头目 但转天就成了永日集团的保安科长 此人手下一定有从永日集团带过去的人 丁锦这些人就能找到凶犯 就在此时 警察厅对崔检察长下达了宋长官发布的平职命令 善英从李助理纳得知了此事 孙长官得意地对他说 只要自己是这个国家的法务长官 他就没法查到什么 善英回应道 只要泰郡没有意识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 善英已经无据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背水一战吗 另一边 泰郡的父亲来到病房 情绪非常激动 电视里播放了崔检察长停职的新闻 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特检了 李助理列出国民党内同意特检的人 终续告知了宋长官特检仪式 宋长官不以为然 他准备开始对江副的审讯 善英准备开始记者招待会 但大检察厅的人却来搜查 没收他们议员室的东西 电视里也播报了 关于善英议员室被查的新闻 这时病房里的太郡首只动了 眼睛也有睁开的迹象 尹助理立马叫来医生 宋长官对江副说 如果想要救女儿就按自己说的做 泰郡醒来后 尹助理给他看了新闻 善英也来到病房 两人的手握在一起 泰郡告诉他现在不用担心了 善英说现在没有对付宋长官的底牌 泰郡说会有办法的 善英说 他们二人都从大选中被除名了 距离大选也只有三个月时间 泰郡觉得三个月足够了 除了吴助理的户头还有另外的三百多亿无计名债券 找到证据就行 善英觉得宋长官应该毁掉了银行资料 但他突然想起父亲对自己说的 已经翻修了母亲的目的 他觉得父亲是在暗示什么 此时电视里播报了一则新闻 江副承认了所有跟吴助理有关的罪行 并表示这些罪行跟善英无关 看来是同意和宋长官做交易了 泰郡知道宋长官想就此结束案件 宋长官召开记者招待会 想为此案画上句号 泰郡让尹助理给自己换上衣服 他们必须采取行动 不能坐以待毙 宋长官得到手下汇报 三营银行和善英那里 都没有关于他合成会长的资料 他问起善英和江副最后见面的情况 徐检察官报告了江副说的关于目的的话 宋长官吩咐徐检察官把善英带过来 此时泰郡打电话给他 约马上见面 宋长官有点心虚 泰郡带伤走过议员室 大家都对他鞠躬 他到了宋长官面前 宋长官说已经命令手下紧急逮捕善英了 他却认为宋长官更应该感到害怕 没有逮捕令就敢捉拿现任议员 宋长官认为案件应该就此了解 善英已经赶往母亲的目的 这里绿草成英 管理者跟他相熟 打起了招呼 管理人递给善英一份资料 果然是关于宋长官和陈会长的 徐检察官直奔善英母亲的目的而去 在中途遇到善英的车子 让他靠边停车 徐检察官向宋长官报告已经捉到了善英 然后命人搜车 他们从车里搜出了资料袋 但里面是空的 原来善英已经将资料传真给了尹助理 泰骏从尹助理处得知已经拿到了资料 他告诉宋长官资料在自己手上 宋长官愤怒道如果都出事 这个世界会被颠覆的 泰骏却认为这世界肯定要被颠覆一次 在下一集大结局中 泰骏和善英拿到资料后 马不停蹄地开始分析查找 宋长官通过中序知道了一切 觉得这不过是他们的富于顽抗罢了 在最后的听证会上 宋长官如愿以偿地没有露出破绽 并向泰骏挑衅说是他赢了 泰骏听到此话却笑了 泰骏究竟准备好了什么对策呢 我们下期再揭晓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关注吧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